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豪华品牌当中 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B&W以及宾市 他们有相当特别的一些独到之处 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的 冠宜 看完了两台 比较稍微算是浮夸一点的 这个马斯达6 以及蒙地尔维格的改装之后 我们接着下来看看豪华品牌 也就是双B代表的车辆 到底它都是做什么样类型的一个改装 相较于刚刚的宽体 相较于刚刚的气压悬调 我们可以发现双B这两台旅行车的改装 其实好像又有一点雷同 对不对 就好像这个马六维格跟这个蒙地尔维格 它的改法其实蛮类似 都是宽体加气压 那当然这两台车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以B&W这个F31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改装的项目 冠仪啊 你看到没有 它一样有降低车身 对不对 但是呢 它不同于气压悬调 它采用的是所谓传统型的固定式的悬调 那当然呢 这样子的一个悬调 以往我们会认为说 它对于这个高低可调 是比较麻烦的 甚至说它在这个软硬的调整部分呢 也是必须要去做一些设定 才能够去做搭配 但是呢 但是它的这个车子的这个线条呢 就还是维持的比较所谓 低调内敛一点的风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台F31的引擎盖 冠仪你有没有发觉 这一台车的引擎盖 好像有三个开孔 对不对 对 它一点都不低调 我觉得它引擎盖有点 其实为什么我会说 这台车其实已经算是低调 因为冠仪你看 它这个开孔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觉 这个开孔的地方 看起来像什么 碳纤维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它是碳纤维吗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开孔是碳纤维 这整个引擎盖都是碳纤维做的 那当然车主比较低调 把碳纤维上面又烤漆 烤得跟原厂车色一样的一个颜色 所以你不仔细看 你不会发觉说 这个引擎盖竟然是 整个都是卡本的 整个都是碳纤维的一个构造 所以我说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思考到 就是说不同的这个车主 豪华品牌车主 它可能稍微比较低调内敛一点 对 不用那么外放 所以它把这个 大家很想要的卡本的这个引擎盖 尤其是配在白色车身上面 却用烤漆把它烤成的原厂白色 但我要问一下 这些进气口是假的 还是真的有这个进气的 真的有这个散热的功能 真的哦 它可以导出一些引擎的热气跟热关 它不只是好看 还有实质的效用 那尤其你看它这个 一个这个烤完七周引擎盖的一个 这个平整度 你会发觉像这样的改装套件 要能够维持这样的平整度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表示这一台 这个引擎盖的一个 这个制造的工艺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台车我们看了 刚刚讲的悬吊的部分 它有降低的车身 碳纤维的引擎盖 那下巴呢 它装载在原本这个 M Sport的这个套件上面 加了一个进口品牌的一个 这个小下巴 那当然车主呢 还是很低调的呢 施以这个银色的一个线条 在它的那个下巴上面 而且它的面积不是太大 非常小一点点的 点缀性的风格 因为很多的车子会用什么 红色啦 或是黄色来去做这个线条 这个拉线的一个这个设计 那它用银色来做 相对而言 并没有那么明显 也没有那么跳色的一个 这个感觉 对 可是呢 除了这两样 感觉很低调的这个改装之外呢 你可以在车侧的部分 冠一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台车的叶子板的部分 而且它侧塞这个线条 也赋予什么 碳纤维的一个这个设计 是不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一块叶子板呢 其实来自于什么 M3 来自于M3 如果这样讲的话 看到它后照镜 我就觉得 对 这样子搭起来还蛮美 没错 因为冠一说对 后照镜呢 也是M3的一个后照镜 我们可以看到M3的后照镜 它就有像一个这样 中间有一个导风洞的一个感觉 包含这一块地方呢 好像一个气流导引的一个这个设计 这是M3独特的一个这个设计 那当然呢 一般的这个三系列呢 也视为这个改装的一个这个 所以大家都把M3的套件 移植到什么一般的三系列的车上 那在车侧部分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看车主其实在这个M Performance M Package这上面的这个测群呢 其实它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这个贴纸 对不对 做了一个贴纸去贴在这个测群的上面 同时旁边安装了一个订风液 同时旁边安装了一个订风液 也是卡布的 对 也是卡布的一个这个材质 所以其实呢 你看到BMW它的一个车的设计 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是白色 黑色相间 白色 黑色相间 当然你看它的窗框 也是属于黑色系列的一个 这个窗框设计 但黑色面积没有太多 因为它保留整个白色的整体性 是 那全景天窗就我刚刚讲 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的 对不对 平贴式的一个这个行李架 平贴式的一个行李架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观察到 豪华品牌的车主 在旅行车上面 他们的改装 比较偏向于什么 比较偏向于进口品牌的一些 改装套件的使用 以及原厂升级那个感觉 就是向上原厂 升级上去到原厂的这个 比如像M Performance M Performance的套件 来去升级它自己的爱车 还有爱戴那个轮圈的部分 你会看到 就像这个BMW这款 Santurin 跟刚才那两款不一样 他们都是那种 那个外爪属于内缩的 对 可是这个外爪感觉 好像就是比较平贴 是 没错 这一台F31 现在装的这个铝圈 一样是前后配 你就可以发现前面 它的这个铝圈面 稍微比较平一点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 后面这个铝圈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 后面这个铝圈 中心是属于内凹形式的 这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一个改装方式 但是冠仪真的是 非常的眼尖以及厉害 发觉跟刚刚前面 两台车的改装方式 就不太一样 对 那可是前面两台车呢 它改装方式 比较属于前几年 前几年大家流行什么 铝圈一定要叫做生存 生存 所以它的这个外框呢 非常的宽 对 外露出来的宽度 非常的宽 而且采用双色的一个处理 那中心盘面呢 大概是属于平面性质的 而且是比较内凹进去 塑造出这个铝圈 外存的一个这个宽度 那现在近几年来 比较流行的就是 像这种 这种算是单片式的铝圈 那像刚刚那种铝圈 大概都是属于 双片式的一个造型 那这种单片式的铝圈呢 就开始流行这种把它的这个中心盘面的跟外框整个连结一起的 因为它是单片式的 但是它利用中心内凹的方式 塑造出这个铝圈外扩的一个造型 所以这样子的设计呢 也可以让这个铝圈呢 看起来尺寸 比这种所谓那个外存深存的 这种两片式的造型 它会觉得相对看起来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完全在视觉效果上面的一个这个不同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这台车 外观的部分看起来 改的东西幅度并没有其他车这么多 可是相当完整 可是它算是相当完整 而且它的布品各方面采用的这个材料都非常的高档 另外呢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这台车也改了不少 例如说它排气管整个都去做了一个更动 它的这个引擎的部分也经过软体的修正 把这个动力写得更大 所以这个车子就变成说 它着重在于性能的使用上面 外观的装点 那尽量能够低调就低调 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老婆看到 也会觉得说 它虽然改了一点点 可是基本上好像似乎没有太改 可是完整性又好 而且又美观又好看 好 我们看完了 B&W Santurin的改装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同级的竞争对手 冰市的这个C Plus 而且呢 这一款Estay呢 我想呢 它的改装的幅度 其实也比B&W要再少一点点 但是它在动力上面也有一些调整吗 好 其实我刚才一看到这台车 走进摄影棚我就发现 艾大你的车怎么改色了 有一点 对 这个风格其实跟艾大改的装风格有点像 对 因为他们都走这种视觉系的改装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一台车 其实它不只是今天我们棚内里面 改装幅度看起来最小的意外 我觉得它最符合观影刚才一开始所讲的 好爸爸的旅行车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好爸爸 他这种用车的逻辑 第一个是你要用全家嘛 你要在全家 你需要全家坐得舒服 用得开心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通常好爸爸旁边都会有个好妈妈 好妈妈会掌控你的财务 对不对 他会希望你改车可以 可是不要太夸张 我们小孩子可能下个月还要付其他的费用 而且你又不能改得太让他不舒服 老婆会认为说 你这样改我坐得不舒服 不要这样改车 所以它这个改车的逻辑到 它其实从买车换车到整个改车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好爸爸 或是可以说是这种热血的爸爸 一个改装相当好的典范跟过程 好 我先跟你讲 为什么他会买这台车 因为他其实之前跟我一样算是车友 他以前是开Volvo S40 可是他说他最后让他换车的关键是 因为他那个时候小孩子已经生了 但是还先继续用这台S40 有一天他去一个很有名的美食卖场 这个美食卖场有名是什么 有名就是他买的东西都是成刀 成套成包的 没有买一两个人 量都很大 他就帮小孩子买了尿布 塞到后厢 他发现他怎么瞧都瞧不进去 他说他光是把这个尿布放到后车厢 瞧了20分钟 满头大烂 他就是压石 骆驼之后跟稻草 他就决定我要换车 给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理由了 对 可是因为换车换得及 那个时候他就说 好 现在现场有什么 我就买什么车 这么霸气 对 他就觉得说 比如说我可能一开始 他说我想要等新的V60 可是那时候还要 因为他是2017年 他说还要等两年 那我就走进去冰色展间 我也不要说我要课定什么套件 我就是现场有什么 我就买什么 所以他买到了当下这个状况 可能动力跟旅行车是他想要的 但是有可能在细节的一些部分 他可能觉得 唯一还有升级的可能 所以他也是秉持 像刚才爱大讲 他这个也是完全走原厂升级的状态 对 我们可以看到 他整台车的外观 其实只要看到黑色的部分 他都是回原厂 做像是AMG Line的套件升级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 单炸的钻石型的水箱护杂 对 这跟爱大一样 对 原本是这种双炸型 他把它升级之后 整个质感又提升了 没错 他像这个前后的下扰流 变得黑化的部分 也都是原厂升级的套件 还有一个 就是他现在我们不是讲说高科技 有intelligent drive的话 他就属于屏标的 对 他也改了 但是 没有 没有 看那个挡波玻璃上面 他另外旁边是没有那个 对 他有说视觉系 对 视觉系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车侧有一个这个贴纸 因为 那因为他那时候买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赶不上这个 Edition 1的这个风潮 所以他就用类似的这个贴纸 把它贴起来 就让人家看起来 这个专属性会更棒一点 没错 连后照镜也是嘛 没错 他也改成Edition 1的 所以我说黑色的部分 都是他原厂升级的套件 对 那我们也看到他的轮圈跟底盘 还有车顶箱也都是他改装的范围 因为车主说他本身有在露营 所以他把这个车顶箱装上去 他觉得在装载露营的时候的东西 可能会比较足够 但是他为什么底盘也要改装 我说那有时候我们去露营 有时候路比较不好 你这样改比较低一点的话 会不会开起来比较不方便 比较颠普 他说反正帅比较重要 我又不是每天在露营对不对 平常开得帅才是重点 所以他把这个轮圈 又叫原厂往上升级 他也换上了这个有名的悬吊系统 他比原厂来说 大概低两到三公分 所以在整个车高的实用性 在整个舒适度来说 都还可以接受 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也很棒的改装 不过这个在车内 他把整个内装的试板 加上那个中央的一个时钟 都换了黑橙木配 IWC的这个时钟 他这种相当细节的改装 而且也是用原厂的套件 所以我觉得很符合 很多好爸爸的使用的方法 对 不过可能比较不会发现 然后一点一点的改 满足你的改装欲望 但是你又不会牺牲日常的使用机能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改车过程 整个买车过程 相当值得一些像 比较热血的好爸爸 可以作为参考 而且他其实保留了 这个冰室原有的 原汁原味的感觉之外 还加上了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 蛮不错的一个典范 有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